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终于将新圣殿的根基立起来了 百姓们很被激励 整个建造的工程也正如火如荼地展开 但事情似乎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 其实在这群百姓归回之前 耶路撒冷地区并不是荒废无人间的状态 还是有一些没有被掳走的以色列人和亚述人的后代在这里定居 所以当大批的以色列人归回的时候 不满的声音就会出现了 这一章我们就来看看 以色列的领袖们会如何面对这样的危机呢 一起来读以色拉记第四章 以色拉记第四章 犹大和汴亚迷的敌人 听说贝鲁归回回的人 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建造殿羽 就去见索罗巴伯和以色列的族长 对他们说 请容我们与你们一同建造 因为我们寻求你们的神 与你们一样 自从亚述王以撒哈顿 带我们上这地以来 我们常祭自神 但索罗巴伯 耶稣亚和其余以色列的族长对他们说 我们建造神的殿与你们无干 我们自己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协力建造 是照波斯王塞鲁士所吩咐的 那地的民就在犹大人建造的时候 使他们的手发软 扰乱他们 从波斯王塞鲁士年间 直到波斯王大流士登基的时候 会买谋士 要败坏他们的谋算 在亚哈水鲁才登基的时候 上本控告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 亚达薛西年间 彼施兰 米特利达 他别 和他们的同党 上本座告波斯王亚达薛西 本章是用亚兰文字 亚兰方言 神长力宏 书记身帅 要控告耶路撒冷人 也上本座告亚达薛西王 神长力宏 书记身帅 和同党的底拿人 亚法萨提家人 他皮拉人 亚法萨人 亚基卫人 巴比伦人 书山家人 底亥人 以兰人 和尊大的亚斯纳巴索迁移 安置在撒玛利亚城 并大和西一带地方的人等 上座亚达薛西王说 和西的城民云云 王该知道 从王那里上到我们这里的犹大人 已经到耶路撒冷 重建这反叛恶劣的城 逐立根基 建造城墙 如今王该知道 他们若建造这城 城墙完毕 就不再与王进贡 交客 纳税 终久王必受亏损 我们即时预言 不忍见王吃亏 因此奏告于王 请王考察先王的实录 必在旗上查知 这城是反叛的城 与猎王和各省有害 自古以来 其中常有悖逆的事 因此这城曾被拆毁 我们谨奏王之 这城若在建造 城墙完毕 和西之地 王就无份了 那时王育副省长力宏 书记身帅 和他们的同党 就是诸撒玛利亚 并和西一带地方的人 说 愿你们平安云云 你们所上的本 已经明读在我面前 我已命人考察 得知此城 古来果然被叛猎王 其中常有反叛悖逆的事 从前耶路撒冷 也有大君王 同管和西全地 人就给他们进贡 交客 纳税 现在你们要出告 使命这些人停工 使这城不得建造 等我降旨 你们当谨慎 不可迟言 为何荣害加重 使王受亏损呢 亚达薛西王的上誉 独在利弘和书记身帅 并他们的同党面前 他们就急忙 往耶路撒冷去见犹大人 用势力强迫他们停工 于是 在耶路撒冷神殿的工程 就停止了 直停到 布斯王大流逝第二年 反对派居民 想了许多方法 要阻止以色列百姓 继续建造圣殿 一开始 是假装自己也敬拜神 想蒙混进去 工程团队里面捣乱 后来甚至 坏落政府的官员 去阻扰他们 虽然以色列百姓 最后被逼得 只能先战魂工程 但我们可以看到 索罗巴伯和耶稣亚 从头到尾都没有轻易放弃哦 他们坚信 自己在做的是神的事 神也与他们同在 亲爱的朋友 在我们勇往之前路上 难免会遇到拦走 虽然事情 无法按计划完成 的确会让人有点心烦 但鼓励你 相信神一直都掌权 祂也仍在这条路上 带领着你 继续读下去 你就会看见 神的大能与帮助 如何为以色列人 挪开一切的拦阻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觉苏 求你在我一切的计划中掌权 你加天给我信心和刚强的心 帮助我挪去一切的拦阻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明祈求 阿们 手上的计划会延迟 但神的祝福不会迟到 陪你读圣经 我们明天见 耶稣爱你 我也爱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